等一下那个下一个我咨询哈啊我咨询完毕之后我们休息五分钟 对不起啊 谢谢主席啊各位先进 大家早安好主席我也请院长请院长 谢谢陈伟员院长好院长中研院呢目前二十四个研究所七个研究中心那么看您业务报告又成立了一个叫做永续科学中心啊 非常的啊让人感到啊振奋啊 台湾啊对于整个人类的社会的这个永续性那么以这个国际呢共同来维护那么里面不论各方面的领域尤其对于啊这个台湾社会的永续性呢 啊势必会做出非常多的一个贡献 当然我们现在在整个国家的政策国家发展的所有的啊这些措施跟政策 我们一直面临到一个因为这个文明科技所这个造成人类啊的一个啊关注啊想要多活长一点想要多健康一点想要多快乐一些 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些文明有这些科技也可以带我们人类这个理想的幸福生活 那么政府所制定的各项政策不过于求得一个人民的安居乐业 那么对于现在的我们整个啊政府所推动所要改革所要新兴的啊各项的计划 以我们这个啊整个政治的这个啊各团体的利益 那么有相些的冲突 刚刚本席听了些委员们啊对于现在我们时下争论的能源问题 能源使用的问题啊 针对我们这个国土的安全问题 为人才的问题 那么啊本席听到院长呢有一些啊 啊理想性的啊 啊 声言啊啊 那么院长得高望重 那么中年院身为最高的这个研究机构 那么所员所研究的当然都足以为啊各界啊 啊来作为根据跟彩性 那么院长本席呢啊不再问你 自不辞职合适合适停建 我倒是想请你 针对于啊 您对这个国家能源使用经济的发展 所联动啊的这个脉络 对于我们政府现在 要 采取逐渐稳健的检合逐步迈向非核家园的这个条件 在我们核一场107年108年停役之后 核二场110年112年停役之后 核三场在民国114年停役之后 在这中间的一二十多年的二十初头年的这个日子里面 如果没有核市场来取代这三个核电厂逐渐来退役的话 我们有没有能力不使用核能 在我们现有的的这个替代能源的技术 在我们现有的有限的天然资源里面 如何跟着上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些的脚步 呃 本席想请教院长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未来我们的政策的走向的一个看法跟根据 谢谢委员 我想这个其实就是台湾目前最需要去去面对的 那到2025年假如我们的核一核二跟核三停役之后 嗯哼 那就算是说我们没有核市 先假设说我们没有核市 那那个时候我们会面临到的状况 我想这个要先让大家清楚 那在在这个时候也必须要开始去准备 比如说到2025年假如没有核能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现在应该做一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过去经常谈到替代能源的一些策略 太阳能的研发的效率是不是 风力 这个地热是现在在研发的 那甚至现在这个 以烧煤为主的这个产生的二氧化碳太多 这个碳捕捉的技术是不是要赶快来建立 甚至煤气 天然气其实从碳足迹来讲是比 比这个煤气好两倍 所以它的但是它的价钱比较贵 所以怎么样去提高效率 能源的储存 然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量 这个是我们国家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 每个人的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是全世界最糟糕之一 12吨左右 12公吨左右 那这个会影响到将来的国际贸易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节能减碳 甚至提高能源效率的这一方面 来赶快的去应应 所以有一些是科技面的 有一些是政策面的 那甚至核能也有一些新的科技发展 比如说以土为主的这个 用高速的中子去碰撞的这一种 产生的油的这种能源 其实它是没有目前的这个核能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 所以十年之内我们的 我们的太阳能 以及新的核能技术 甚至新的融合技术 我们都很难讲 说不定过几年有大突破也不一定 所以很多的 很多的面向我们都要掌握那个资讯 然后在这十年十几年之内 赶快去准备 所以老百姓不容易 不容易有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等待 在这个决策的时候 那么我只想说一句 院长您认为我们 您刚刚说的这一些基础发展 我们在这个二十几年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替代 我们无所没有再使用核能的话 我们有没有足够能力生存 我当时到的那个时候 会不会就是我们想象 我们技术不足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瘫痪一切的发展 我想还是会啦 在在 应该是 很多很多事情是在危机之中产生转据 所以我们也知道像美俄日 这样的这个核灾大国 仍然不敢对这个核能的使用 做一些大的抉择 是吧 也真的是寻求这些技术的精进吧 对吧 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 我们有 如果去看过去五十年来的这个大的地震 五十年来大的地震都发生在太平洋地区啦 嗯 比如说英国是没有地震 德国也没有地震过 所以他们的环境跟我们其实不太一样 那我们有加上一层这个天灾的 一个宣言啊 想知道啊 院长在这两年多来 在你有关的业务里面 我们有做出啊 如何的这个政策或措施 那本次有一些小意见 我们谈到人才危机 人才的不足呢 应该分为人才培育 与流失 对吧 那么在人才培育上面 我真想多琢磨一些故事啊 那么前一阵子我在新闻看到大陆杭州最大一个食品集团叫哇哈哈 那看到媒体报导说呢 台湾有十分之九的生技博士找不到工作 那么这个集团呢 就立刻打电话给台湾的人力银行 希望这十分之九的这个生技博士都引到他们的企业去 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说 哎台湾不是人才不足啊 应该说是人才过剩了 那么如果政府呢 有相对的这个政策在推动呢 产业的投资就会热潮 对不对 那么呢一样的在教育体系里面也会大幅扩张相关科系 那么你现在台湾的这个大学的啊 这个量体这么大了 我想要拿到这个学位是比较比这个要创业产业要发达的容易 所以是不是会造成什么 造成过量的人才 所谓人才 院长也曾经定义过啊 人才就是什么 专业技术 要对社会有贡献才能称为是个人才 那么在这个时候 本席认为这个学用的落差呢 是目前我们人才危机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我们这个有人才 这个人才呢不符合就业市场 不符合企业 不符合产业的使用 是我们现在要去突破去解决的啊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提到人才出走的原因 这个人才出走对于我们现在国内的人才培育 我们应该要有全民性的规划 从这个产业从这个教育 那这个主政府主管的这些部门不应该是各自为政 不应该是各自为政 各自各推各的调 应该要有所整合 那么本席又认为另外一个原因呢 也就是工作条件 那么如何呢来落实我们整个 让人才有一个适合适当的 适配的一个工作的条件 才能留住人才 这个院长也曾经提到 中研院在五年之内 有出走了61位 不是一半也都是被国外挖角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条件的体验之下 我们能不能留住我们的人才 呃院长认为 在这个两个部分 在您落实 我想您当初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宣言 让各界来反应 各界来关注 我想大家都会针对这个部分呢 相关的努力 那么本席提出啊 以上两三点的一个建议呢 希望您多多领导朝向这个方面来这个 整合 主席我在利用十秒钟 刚刚呃院长 这样子我的一个意见 您是否能够同意 我会很同意 好的 那么第三个呢 想要跟院长分享一个讯息啊 我记得在去年啊 我稍微一直得知一下 我从我们这个中研院啊 这个要成立南部分院 我跟院长说的 就这个请教了一下 院长说还没个眼了 只是有这个构思 院长你有没有儿子 但我让我想起来说 好像院长呢 要找媳妇啊 要叫人做亲战 你问一下 听说哦 某某所在台南 有一个千金 哎呀 不错 差不多你那时候 跟我说的讯息 差不多 哎 才知道的那么有一个千金 有个女孩 还不错 蛮适合我儿子的 哎 怎么过了几个月啊 你们已经啊 在这个 这个 早订分戒指啊 要下聘了呀 哈 其实我也很happy 真的非常的happy 那么中研院能够在台南 成立分院 势必对我们的 这个南部的 这个学术啊 跟产业会有所带动 当然有一个 叫做叫什么 最大的呢 能够受惠呢 在地方上面的就业 啊 那么这个都是 本席所乐见的 那么啊 这个院长呢 在这个计划呢 应该是非常的缜密啊 所以啊 不不不不亲眼呢 不亲眼呢 来做出一些 一些announce了 但是啊 这么多 这个媒体的 这样子的报道 我身为台南人啊 我非常非常的 这个期待 既然您今天都已经说出了 不管今天是高铁在主导 高铁要炒房地产也好 还是我中研院确实有这么一个需要 这个地点啊 是非常的好 呃 对中研院有这个急迫性的需要性 那么 我都乐见其成 所以呃 期待院长 积极的办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呃 给本席委员会 呃 做一个 呃 这一个专案的报告 您想意见如何 会会 我们会 积极的 谢谢啊